比賽的後段來上堂 這地手三壘 打第一球 平飛球 這個手感 這個手感就覺得漂亮啊 一個小彈跳非常接近身體 岳東華幫了 真的 代表錯 很棒 感覺很棒 Yeah 終於有一個代表錯了 有了那麼多年 喔 這球漂亮 因為他今天都是 以他最好的狀況 球路去跟搭者對局這樣子 然後他今天的狀況也很好 不會怕 我比較算不會怕 因為我只怕他打過來了 因為他打出來的球真的蠻快的 剩下的我就覺得 不要去浪費那麼好的機會 反正我的球也不一定很好打 那就是勇於去對決 那當然有好的結果 那我就會更大膽的去丟 對 其實只要投手上去 我們守備方就是盡力把他 手下免疫球這樣 這幾天連續無償比賽 就是有讓自己的 在游擊這個位置 的節奏有找回來 就還不錯 三顆 我有幫他算 第一顆我就有跟他講 很棒 第二顆我也有跟他講 第三顆我也有跟他講 東華也是啊 東華也幫我守了兩顆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節奏 就是讓全員都動起來 我覺得年輕人就是這樣 年輕人就是有機會 他們就會拼了全面去打 就是都有把球壓低啊 然後也有祥和的守備 大家通滑的守備這樣子 才可以把分數壓下來這樣子 好厲害喔 最後兩章打 這一棒也打非常紮實 在左半邊的飛球 最終落地型章打 有可能是一隻長打 滾大的圈打牆邊 現在高宇潔來到了得點圈 Leo Double 開心一定是會啊 但是男主手有這樣的表現 一定是加分嘛 然後自己在守備上 或者是跟投手搭配 會更自在一點 建民學長他們都一直提醒我說 分數雖然開了 可是他一直提醒我 要把當作靈幣的心態下去給人 我才會更專注在球場上面 不會因為分數開了然後 就會有點鬆血 我還是這樣保持著說 我們是靈幣的狀態 然後一顆一顆謹慎去給我這樣